大家好 欢迎收听《静向步》的节目 今节就想跟大家说一下 我认为是普遍好笑的事情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在7月份的时候 有一则新闻 说到日本钢铁业龙头日本制铁 就决定与中国的宝山钢铁 结束他们长达半世纪的合作关系 而且日本制铁与宝山钢铁的合作 几乎是半世纪前 由邓小平一手速城的合作方案 原因是日本制铁与宝山钢铁 有一些专利诉讼 加上近几年的地缘政治 和战略风险等等因素 所以日本制铁就决定与宝山钢铁分手 说回日本制铁与宝山钢铁之间的历史 在2004年 日本制铁与宝武钢铁旗下的宝山钢铁合资成立公司 这间公司就会由制造到反售汽车钢铁 而双方的合约就去到今年8月就到期 而日本制铁就宣布不再续约 更将他们手上50%的合资股份 大约价值360亿日元的价格出售给宝山钢铁 而这个动作也代表着长达20年的合资关系就正式宣告结束 还说到今次的合作结束 就会导致中国钢铁的产能会减少成七成那么厉害 当这个拆火的消息传出之后 保港的股价就立即下跌 要知道日本制铁主要的客户都是丰田、日产、本田等等的各大日本汽车製造商 而且他们在中国的销量也逐年下滑 其实大家双方的分歧大约三年前就出现 当时日本制铁就指控保港有侵犯他们的电磁钢板的专利权 而且从这场诉讼里面也揭示出双方是知识产权 那方面出现一些纷争 日铁自己就认为保港就侵犯了他们的生产专利 导致双方的关系就变得紧张起来了 还有就是再考虑到在最近这几年中美之间的地缘政治风险 很自然的就是日本也考虑到他们自身的利益 从中也评估出如果再继续跟中国的企业合作 就可能会带来一些风险的 而在这场转利上的纠纷 无论日方或中方的企业也表现出非常强硬的立场 这系列的因素也导致日本制铁宣布终止这次的合作关系 而随着中美贸易摩擦变得越来越激烈 现在更加蔓延至一系列的科技竞争 加上对全球供应链和经济合作亦产生出结构性的改变 而日本作为美国的盟友 当然在中美之间的那么紧张的关系也面临着相当的压力 所以日本是需要在中美之间选边斩 值此就避免因为中美两国而受到牵连 所以在这样的大环境下 日本制铁就宣布和中国的业务停止了 而据日本那方面这次是一次战略性的决定 我自己就认为出现分手的情况其实就很正常的 正所谓天下无不散之言直 而且这是日本企业自己离开的 对日本企业来说 为了避开这些地缘政治和战略风险也是非常合理的 不过从中也都突显出中国的企业越来越强大 所以就算日本企业不再和中国企业合作 我相信在短期内会带来一定的影响 但是时间久了在技术上或者产能上慢慢就会追上来 而还有就是如今日本已经将中国视为最大的挑战和威胁 这个不单在政治上也是在经济上的 但是汽车产业的发展 中国在过去这三年简直就是进步神速 一约而成世界汽车出口大国 但是日本的汽车企业就频频传出丑闻 例如在数据造假方面 当中更加涉及到日本的钢铁厂 神户钢铁他们承认客意去散改钢材 以及铝产品的质量检测数据 继而影响到多家汽车的制造商 包括丰田日产、曼士德等等 而这些材料也被用来制造各类的汽车零部件 这一则的丑闻也暴露出日本制造业 是存在着非常严重的质量控制问题 至于日产及三零也分别在质量检查中及油耗数据中造假 因而也要导致回收大量汽车 使到日产的管理层也要一下子炒了好几批人 至于三零更需要接受日产财务的援助 值此才能度过危机 至于苏巴鲁又是出现类似的质量检测问题 另外丰田更是排放测试造假 可以看到日本汽车企业在近年出现各类问题 使得一向被世人所认为日本汽车高质量的金七招牌已经不再存在了 这也严重打击日本汽车企业的信心和商与 在客观上日资的汽车与中国的市场销量也大减 使得不少的合作项目都需要出现减产的情况 至于在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里面 在经济方面发展得非常亮丽的国家就是印度了 印度在过去这几年经济发展成长得非常快 使得日本的财团对于投资 印度都变得比以往更为积极 当中也包括多个项目 例如日本和印度合作兴建的盲买高速铁路 这个项目对日本来说是极具象征意义的 而且这条高铁更加是采用日本的新干线技术 计划全长大约508公里 如果能成功落成的话 可以使得孟买及艾哈迈达巴德 这两个城市之间的通勤时间大幅缩短的 而且这个项目更获得日本国际协力机构的贷款支持 以及会由日本的企业参与设计、建设及技术转让 另外,位于德里的孟买工业走廊 更是印度和日本合作另一个重大的基础设施项目 自助促进两国的工业合作 而这个走廊计划更是通过建立一个现代的工业区、物流中心 以及一系列的基础设施 藉此就增强印度的制造业能力 而日本更为了这个项目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 并且有不少日本企业将会在这个地方设厂 更为重要的是日本的汽车制造商 包括宁木、丰田、日产等品牌 更会在印度大规模投资 而宁木更通过和印度的合资企业 成为印度最大的汽车制造商之一 丰田和日产更是印度加强他们的生产线 借此扩大在新能源汽车 以及混合动力汽车领域的投资 除此之外 日本企业更是印度投资多项的再新能源项目 包括太阳能和风能发电站的建设 包括由日立公司所参与的印度能源基础设施项目 致力为印度的电力供应网络升级 以及智能电网的开发 可以看到在近几年来 日本是积极参与印度的投资 反而中国的投资 在近几年来对日本来说 变得越来越缺乏吸引力 加上日本与美国也是同盟 所以考虑到这系列的因素 日企决定与中国分手 继续转移将资金投资到印度或美国 对日本来说都是非常合理的 而当这一则分手消息传出后 在日本也成为一时的大新闻 不过说回日本製铁在中国设厂的历史 在改革开放初期 中国对钢铁业的需求出现快速增长的情况 而当时日本製铁已经是全球的钢铁工业的领导者之一 那时日本製铁主要通过技术输出、技术合作和设备销售等等方式打入中国市场 例如日本製铁就与保钢集团进行技术合作 帮助中国钢铁行业提升产能技术和管理水平 去到2000年代的时候 日本製铁也开始逐步在中国投资车厂 通过与中国当地企业成立合资企业的方式来进行 在2003年就与武钢合资车厂在中国设立合资公司生产高级钢材 特别就是汽车溶钢 而这个日本製铁也是首次直接参与中国钢铁厂的盈核 目的就是要满足中国不断增长的汽车工业需求 另外日本製铁更与保钢集团进一步加深双方合作建设的冷轨钢板厂 主要也是为汽车制造业提供高质量的钢板产品 而这些钢板也都广泛使用在汽车制造和电子产品领域 去到2000年代末期至2010年代初期 日本製铁也都继续在中国扩展它们的生产力 藉此也都进一步增强中国钢铁企业的合作 而除了汽车用钢之外 日本製铁也都逐步进入建筑、造船等等领域 为中国市场提供各种高性能的钢材 例如日本製铁更加与中国江苏的沙钢集团合作 在江苏省设立了一个高级钢材生产基地 而这个基地更是专门生产高强度的钢板 这些钢板会是用在机械制造以及汽车制造方面的 但是如今日本製铁正式和宝山钢铁分手 或多或少也都代表着一个时代的终结 不过既然日本企业蓄意已决 我认为中国也没办法阻止到也无需要围栏它们的 所获得的资金可以投资到哪里呢?当然是投资到一些日本认为值得的地方 于是日本就企图收购一家美国的钢铁公司了 不过如今日本就遇到很大的问题 日本一向都很听美国说的 既然中美之间有地缘政治风险 日本就撤资了 好了 撤资之后 钱就打算投资到美国了 但是如今美国政府有不少的国会议员 就认为必须要极力阻止日本企业收购美国的钢铁公司 在早几天 美国总统助理John Kirby就在记者会上表示 总统认为美国钢铁公司应该要由美国人所拥有的 之后日本官方长官林方正也在记者会表示 日美经济关系需要进一步加强 包括扩大日美双方的投资 实现印大地区可持续包容性的经济增长 以及经济安全保障领域合作方面 大家都是不可话缺的 但是当问及有关收购的问题的时候 林方正就说 这个是涉及个别企业情况 我们不便评论 至于由日本制铁方面所给出的答案就说 由于收购钢铁厂可能存在安全方面的隐患 所以如今美国就要阻止这场收购 还有就是美国的钢铁工会也对这项收购提出反对 而至于民主党的候选人 也就是现任副总统何锦麗更加表示 对于美国的钢铁厂被日子收购表示反对 至于共和党的候选人前总统特朗普也同样明确表示 如果他成为总统是必然会阻止这次的收购 可以见到对于日子全面收购美国的钢铁厂 几乎是遭到全方位的反对 而那间有意被收购的美国钢铁公司的股价 更是一度下差22%那么厉害 而美国钢铁公司在近年来 于营运上也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 主要问题也集中在市场变化 营运成本上升 竞争压力加剧 以及整个行业出现结构性转型等方面 使得这间公司长期是一决不振的 当中也包括全球钢铁业产能过剩 在全球的钢铁行业里面 例如中国廉格的钢铁可谓充值着全球市场 因而导致全球的钢铁价格持续下降 这种情况也进一步压缩美国钢铁公司的利润空间 于是乎 这间公司也受到国内外的严重挤压 还有就是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后 钢铁的需求也比以往变得更为不稳定 汽车业对钢铁的消费也出现需求减少的情况 于是乎 美国钢铁公司也受到非常大的冲击 虽然在疫情之后股价曾经一度回升 但整个供应链已经出现非常混乱的情况 以及对于市场的前景有更大的不确定性 也对这间公司的营运造成相当大的压力 还有就是很大程度上也归咎于这间公司所使用的生产设施 已经变得很老旧了 因而使生产成本和劳动力成本处于一个较为高昂的水平 而相比其他竞争对手 美国钢铁公司的生产效率也较低 加上在面对着全球钢铁价格低迷的情况下 令这间公司也难以维持盈利 还有就是能源价格上升 以及一系列的环保法规比以往变得越来越严格 使得这间公司的营运变得比以往更大压力了 其实美国钢铁公司在近几年也尝试过内部转型 试图加强生产效率和减低成本 但这种转型本身需要大量的前期投资 而且在短期内也难以看到有什么显著的经济效益 而且在维护升级及更新生产设施方面也需要大量的资本投入 不过在盈利方面持续下降 使得这间公司的可支配资金也持续减少 囚集资金也比以往变得更为困难 加上投资者对这间公司的前景也表示颇为担忧 既然也影响这间公司的股价 因而进一步限制这间公司在资本市场的融资能力了 如今美国政界更是拒绝美国钢铁公司被日资企业收购 我认为这些美国政客根本就是想弄死这间企业一样的 而美国钢铁公司在较早前更是发表声明说 如果这单收购不能成功的话 就可能会危及几千个就业崗位 对这间美国钢铁公司被收购其实非常重要的 因为这间公司一直以来营运都非常差 也需要更多的外来资金使得它们可以在生产方面加大投资 增加产能 如今就遭到白宫、国会以及美国政府所阻拦 恐怕这次的收购都是空多吉小的了 不过最为可怜的就是日本钢铁企业现在可谓进退失据 之前就听了美国说和中资分手 套了够钱出来 但又不能投资到美国 那对日本企业来说还可以投资哪里呢 我个人建议日本企业可以投资到印度的 去印度建钢铁厂 为印度打造一个印太地区最为先进的钢铁厂行不行? 我相信发展到今时今日 这就是日本钢铁唯一的选择了 在这件事上也再次验证了一句说话 就是基辛格的一句名言 做美国的敌人是危险的 做美国的盟友是致命的 所以正所谓吃得咸鱼抵得渴 既然日本要做美国的盟友、做美国的附属 我认为为美国的利益而服务 都是很合理的 有什么委屈 鼓一声就吞了它 好了,关于日本钢铁的话题 今节就跟大家分享到这为止 下一节再跟大家分享其他话题